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相信预言吗? 它既让人感到神奇,也让人感到害怕 在明朝,刘伯温曾经写过一首准道让人感到害怕的预言诗 它就是烧饼歌,后来发生的魏忠贤作乱 明司宗朱尤简,景山自尽 以及清朝的八旗制度等等,全被刘伯温预测中了 然而,大家不一定知道的是 历史上还有着一首更为神奇的预言诗 它叫做梅花诗 其中包括的十首诗代表着十个朝代 如今已经应验到了第七首 那么,梅花诗究竟是一系列怎样的诗呢? 咱们这就去看看 说到梅花诗就不得不提到它的作者 他叫邵雍 是一种北宋时期的诗人 而他不仅是一位诗人 还精通数学 据说邵雍是一个非常低调的人 不爱跟人打交道 大半生都生活在山林之中 能够拥有这些背景的人 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凡人了 不过有一说一 梅花诗可不是什么大白话古诗 相反很多用词 邵雍都将其用得十分隐晦 至于是不是后人将其强行牵连在了一起 这都是有待商榷的 其中梅花诗的第四首对应的便是明朝 毕竟英雄起不一 朱门不是就黄姬 来燕子寻常事 开到李花春已飞 这其中的朱代表的便是明朝皇帝们的姓氏 燕代表的便是燕王朱弟 李代表的是李自成 结合种种历史事件 这还真就被邵雍预测对了 即便是强行牵连 这其中的巧合也未免巧得有点过分了 再来就是第五首对应的正好就是清朝 胡而骑马走长安 开辟中原海静宽 洪水乍平洪水起 清光一向汗中看 其中洪水乍平洪水起这一句 被后人说预示了洪秀泉 以及黎元洪这个在改变了清朝格局的人物 如果一两件事说是巧合的话 那还情有可原 但这么多事情都被邵雍预测中了 这就不能说依旧是巧合了 更加让人不敢细想的是 梅花诗前七首几乎全部应验了 南宋北宋 元朝甚至是民国 全部被其预测中 如今梅花诗被人津津乐道的便是后三首代表着什么 如果还能继续应验 那梅花诗就是一首真正的预言诗了 要说最让人细思极恐的一首 当属第七首中的一句东来报克西来道 东指的是东洋 也就是日本 西指的便是西方列强 联想一下清末时期的列强入侵 还有抗日战争 可以说梅花诗中的预言 再一次被其预测中了 梅花诗其他的诗句 相对来说就比较晦涩了 也有可能是因为人们还没有经历过 能够被邵雍成功预测这么多 不得不说他也真算得上是一个神奇人物了 而对于2025年 梅花诗也有自己的预言 到了现在 梅花诗已经预言成功了七首 到了八首 这首诗是这样写如其世事局出残 共济和中却大难 报死由流皮一席 最佳秋色在长安 有人说他的意思就是 在2025年会出现一个难以收拾的局面 并会一直持续下去 那么这个预言真的准吗 梅花诗中的预言 与另一预言家龙树亮女士之间不谋而合 龙树亮曾预言 在太平洋的那边 地震引起的巨大海啸 袭击了夏威夷和日本 日本被彻底摧毁了 海浪向一堵巨大的水墙进入了东京 所有亚洲的海岸线都将被波及 今日五等便来画山论剑 共画龙树亮女士及其预言漫画 我所看见的未来 探究其中玄机 缘起 我所看见的未来一书 是人皆称之为最准之预言漫画 其风靡东营 一时洛阳纸贵 乃至世面之上 一册难求 竟拍支架 竟达十万日元之巨 此书究竟藏有何等玄机 能令世人如此趋之若鹜 龙树亮的漫画书 《我所看见的未来》 回溯往昔 此书出版于1999年 执笔者乃龙树亮女士也 书成之后 龙树女士竟决一封笔 从此淡出漫画界 各种缘由 耐人寻味 日本漫画 产业繁盛 新作蝶出 竟争激烈 犹如战场 龙树女士自十七岁时 执笔丹青 勤勉不屑二十余载 然其才情 多在于会而非创 故虽勤勉 却难脱默默无闻之境 终至心灰意冷 决意挂关而去 而此书我所看见的未来 虽为其封笔之作 然问世之初 亦未能幸免于冷遇 世面上流传甚少 书中 龙树女士自言 拥有一能 能于梦中窥见未来之景 封面之上 更赫然列有其预言数则 然比时世人 皆以细言世之 为家留意 谁料时光荏苒 转瞬十余年过 此书竟一夜成名 皆因那震惊世界之灾难 2011年3月11日 日本东北部海域忽遭九级强阵侵袭 海啸滔天 高达23米 福岛核电站已因此泄漏 生灵涂炭 死伤无数 据日本警察厅统计 有一万八千四百三十人在此次地震中 罹难或失踪 灾后余计未消 世人方惊觉 此书封面之上 竟早有大灾害 2011年3月之预言 且书中更会有海啸肆虐之惨状 令人不禁骇然 莫非龙树女士真能预知未来 世人皆欲探其究竟 既望能从其预言中寻得必获之方 于是我所看见的未来一书 身价倍增 世人争够 习乎此书当年印量有限 世面之上 一册难求 乃至拍卖行中 天价贫限 然此时 世人对于龙树女士之真身 仍是义无所知 因其本来笔名 家之退隐之时 并无显赫之名 故造假者乘虚而入 有自称龙树亮者 与媒体周旋 大肆散布假预言 如2021年8月 富士山火山爆发等 更有人伪造 其于1995年预言 2020年 日本将有病毒肆虐 十年后再度复发之言论 一时之间 舆论必然 正当此计 真龙数量女士现身 据其字述 其人生性淡薄 生活谱 不安网络之道 智能手机亦嫌少使用 故对世间纷扰 知之甚少 直至其儿 侄女告知此事 方如梦初醒 决意出面澄清 并对昔日预言 作出新解 于是 2021年 龙数量女士 携手飞鸟出版社 共推我所看见的未来 完全版 问世 观此两版封面 细查之下 自有微妙之别 其背后之意 且待后文揭晓 今且先论龙数女士之 欲言梦也 世间众人 夜眠之时 梦境纷至踏来 往往模糊不清 醒来急望 如同晨雾消散 然龙数量之梦 却别具一格 轻心如佐 乃至反复营绕于心 他自觉梦境 非比寻常 又欲为漫画 寻觅灵感 遂取一指一笔 将梦境悉数记录 明日梦的日记 观此日记 厚重异常 家务繁多 令人好奇 原来 每当龙数量之梦 在现实中得以印证 他便检下相关媒体报道 细心加入日记之中 以作见证 由此可见 龙数量之欲言梦 实非虚妄之谈 那么 这些欲言梦 究竟有何奇异之处 龙数量 娓娓道来 其一 乃明确之梦 譬如 1976年11月24日 他梦及英国摇滚巨播 昆之主唱弗莱迪 摩克瑞 Freddie Mercury 因染及离世之讯 即至1986年 又梦昆乐队同向林立 为缺主唱之下 至1991年同日 福莱迪果因艾滋病引发的支气管肺炎此事 欲言成真 其二 则为象征之梦 初时连龙数量亦不解其意 为代事后方恍然大悟 1989年8月27日之夜 他梦入山丘 见一昏暗洞窟 如隧道般延伸 自身做余地 旁有依着浅蓝夏日连衣裙 赤足之女子 面容模糊 言语难辨 梦醒之后 龙数量偶置横滨 一速未涉足之公园 竟惊见梦中洞窟 为己 文艺女子于洞中遇害 其衣着特征 与梦中所见无异 令人叹为观止 至于预言梦之时间规律 龙数量亦有所发现 若梦中未明言时间 则多以首次梦及之日为基 五年、十年、十五年等 倍数之期应验 如前述昆主唱之事 即未此例 另有一次 龙数量于1992年8月31日 梦及英国代安娜王妃 五年后的同一日 即1997年8月31日 王妃过于巴黎遭遇车祸 相消欲允 日期分毫不差 又言及梦之禁忌 使人常到梦说破则不灵 龙数量却以为不然 他认为 命中注定之事 无论言说与否 终将发生 再者 若梦中某场景反复出现 时乃提示前往探寻之兆 一旦亲临其地 此梦便不再营绕心间 龙数量更严 拥有预言梦能力者 并非仅他一人 世间多有此类奇才 只是大多未曾留意 或已忘却罢了 或许你我一曾 有过此等经历 出至某地 行某事 顿觉似曾相识 若前梦所立 此或正是梦境穿越时空 预演未来之奥妙所在 龙数量之梦的日记 岁月幽长 所在梦境纷繁复杂 然于我所看见的未来册之中 仅会其梦境之十一 何以如此 龙数量笑颜 梦中景象 多有灵散琐碎 难以连贯成章 顾谨则其要者略加提及 如封面所书 大灾害 2011年3月一雨 便是其中之一 世人观 我所看见的未来 见龙数量会有海啸预言之梦 虽将此与日本三百一十一大地震 引发的海啸相联系 然龙数量本人却道 此海啸与三百一十一地震 并无直接关联 乃另有时日之节 自幼年起 龙数量便屡梦海啸 每于梦中惊醒 那惊心动魄之感游在眼前 难以忘怀 梦中 地震频发 海水骤退 继而地底轰鸣 如飞机掠过 渐行渐进 终至巨浪滔天 然此非终结 乃梦中之梦也 龙数量于梦中惊醒 又闻人声鼎沸 逃难之声不绝于耳 观手表 十针指向五十左右 不出门户 但见街景诡异 道路无踪 甚至有船见更于人行天桥之前 而后方为真行之时 一集1981之梦 龙数亮眼及笔石 未曾目睹天桥之貌 然日后竟觅得相似之景 即在横滨机子车站之前 新建之天桥 与漫画中景象颇为吻合 且机子车站紧邻港口 若真遇海啸 海水泛滥 船渐搏此一步为奇 至于时间 龙数亮一及海啸梦中身着下衣 又及另一梦 预言2025年将有全球之灾 大地荒芜均裂 忽现裂口 至2021年 梦境愈发明晰 定于2025年7月 梦中 龙数亮自天际俯瞰地球 见日本与菲律宾间海底裂开 异物喷涌而出 巨浪席卷四方 太平洋沿岸 诸国皆遭波及 此海啸之列 约为311地震 所引海啸之三倍有余 更有甚者 地壳因灾而变 龙数亮梦中目睹香港至台湾 乃至菲律宾之地貌重塑 竟成接壤之事 宗此树梦 龙数亮断言 2025年7月 必有全球性大灾降临 引发惊天大海啸 此外 龙数亮上有一梦 关乎自身葬礼 梦中 众人齐聚哀悼 虽年月不祥 然日期明确 即为7月15日 龙数亮一字笑言 此梦是否与笔灾相关 上代时日验证 最后 且让我们细说 这本漫画之封面 藏有深意 引人遐想 在日本漫画界 流传一则左右眼规则 左眼欲过往 右眼则象征未来 观我所看见的未来之封面 一致灵女童 以手轻眼左眼 为路右眼 眸中有泪流出 寓意其以窥见悲戚之未来 女童面容愁苦 眉头紧锁 嘴角下撇 哀妻之情 易于言表 时光回溯至1999年 笔时预言家 诺查丹玛斯之名 犹在世间回响 笔曾对世年作有详尽预言 1999年7月 为使安哥鲁摩亚王复活 恐怖大王将从天而降 这段期间 马尔斯将统治世界 虽诺查丹玛斯未明言 此乃世界末日之诏 然世人解读之下 多以为此预言师 欲是人类之终结 龙树亮 虽未必全然认同末日之说 然彼时他心绪纷扰 苦痛难当 对人类未来 满怀悲观与绝望 在观新版封面 女童之言已无泪水 眉宇舒展 嘴角微扬 透出一丝笑意 龙树亮坦言 世间难题虽如山鸡 但他坚信 一切正向好处发展 于他所见 滔天海之后 新世界破茧而出 光辉璀璨 未来可期 彼时 地球与人类 皆沐浴于光明 与生机之中 龙树亮 为之为新的时代 欲是新 与灵魂之静化 即将开启 其实 末日灾难之说 非指人类之终结 诸多预言 或为神灵启示 旨在警醒世人 促人反省 修身养性 以趋吉避凶 不过有依说依的是 梅花诗和日本末日漫画的预言 还是存在着不少争议 其中很大 一个原因就是因为 邵庸并没有明说 梅花诗会预示着未来 如果说是将一些已经发生了的事 强行将其牵连起来 这样的预言意义会很大吗 并不大 毕竟世界上巧合的事情太多了 对于事物的看法以及结论 我们需要有着一个理性的思考 不能够让人牵着鼻子走 很多时候 保持一个不一定正确的观点 都比盲从一个观点要好 因为保持独立思考能力 是一个只有好处 没有坏处的事情 当然 我们也不能就此否认 梅花诗的魅力 历史很多时候 都需要这种神秘感 毕竟有神秘感的东西 肯定最吸引人了 其实 末日灾难之说 非指人类之终结 诸多预言 或为神灵启示 旨在警醒世人 促人反省 修身养性 以趋吉避凶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您对本期视频感兴趣的话 点击右下角订阅我吧 每日为您分享更多风水信息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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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